Hello 大家好 我是Amy 今年这个10月里的Kolona秋天异常的暖和 下午呢我们都有20多度的这个温度 不过还是要大家注意早晚的这个温差 还是要进行保暖不然很容易生病 那大家看到我的身后就知道 我今天呢又来为大家介绍新楼盘了 那没错这个楼盘就是Eminence at Knox Mountain 其实它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就是 我们的这个楼盘它背靠的我们Knox Mountain的这个trail 而且它所在的Glamour的这一个社区呢 也是非常的安静和幽密 是一个非常好的自住 或者说是出租两不误的这么一个社区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楼化 Eminence位于Kolona北部传统好区Glamour社区 驱车7分钟即可到达Kolona Downtown 10分钟左右到达UBCO大学 视频开篇提到Eminence背靠Knox Mountain 所以为了更好的呼应被环绕的景色 楼盘采用温暖的木质元素 配套Stone Feature 打造出一个宁静 配套设施丰富 而且被自然所包围的优质社区 Eminence的建商是来自萨斯卡通的Meridian Development 专注在Western Canada建造高品质的居住 商用商住居住两用建筑 在Highway 97上那座新建的Holiday Inn 就是他们在Kolona的第一个项目 Eminence的展示间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注意细节 除了Soft Clothes的橱柜 抽屉的把手细节也很精致 美观度上十分加分 橱柜下面还有这种Open Shelving Space 厨房整片的Quartz 时音Back Splash 冰箱边上配有竖着的条形酒柜 方便储存葡萄酒 落地储物柜 充分运用单元的九尺层高 而浴室呢也采用了整面墙贴砖 厨房柜子的把手也沿用到这边 一体式的台盆 加上长条形的下水口 配合LED镜面 看起来时尚大气 那我现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呢 我就是站在这个项目的这个Lot 然后跟着我们视频的这个镜头 在近处最底端 就是我们第一期马上要卖的这个Summit 一共是74个单元 而Eminence这一个项目呢 一共会有三期 那它的第二期的Ridge 包括说第三期的Peak 还有它边上的Amenity Center的Lodge 大约呢都会在2027年左右 就是说最终的这个三期 包括说所有的设施一起完成 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呢 就是第一期要卖的这个Edon 所在的这个Lot 因为呢我们这一个土地 它是一个长条形的 那我们刚刚呢是从最远的三期 靠近Amenity的地方一直走过来 等一会呢会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的这个示意图 那大家就更清楚每一栋楼 它的这个边界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Clifton Road 是连接Glenmore Welden和Magic Estates社区的主干道 在半山腰转进Boyton Place 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已经是有比较成型的townhome communities了 那我们的Eminence就在这里 背靠着Nox Mountain 刚刚有提到过Eminence是一个长条形的development 靠北边这里是第一期summit 往南一次是二期的reach和三期的peak 还有一点在三期的边上 便是我们Glenmore的新贵社区 High Point独立屋的入口 可见地理位置和社区氛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那Eminence也是做了一个渲染效果非常好的 这个Virtual Tool 我们跟着这个视频里面的镜头去看一下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大楼的外观 非常像那种在森林里面的小木屋被这个群山环绕 然后我们走到它的这个正面看一下 先映入眼帘的其实就是这样大的这个露台 包括说它有很多的这个户外面积 整个楼呢色调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暖和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个大楼有比较丰富的这个配套设施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每一栋的楼顶上它都有一个Rooftop Deck 那我们可以看到住户可以在这边Social啊 有Canopy的Sitting Area 人工草坪 然后在顶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周围的一些山景和城市景 非常的漂亮 那往大楼的这个前面走在二七和三七的这个当中呢 开发商还很贴心的设计了一个Dog Park 它是一个Fence的区域可以让自己的狗子们啊毛孩子们尽情的奔跑和玩耍 再往前面走呢我们还有一个单独的一栋Amenity Center 叫The Lodge 户外呢我们有这边泳池 包括说BBQ和简易的厨房区域 那往里面走 先是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Fitness Center 虽然小啊 但是基本的这个功能都已经具备了 在它的这个隔壁呢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设施 就是我们的Mountainside Lodge 室内呢是有非常多的seating area 沙发区域啊 小吧台 然后边上连通着还有game room 可以一起玩玩小游戏 玩玩桌球 和朋友们一起hand out 再往边上呢 我们还有bar area 喝一点小的这个drink 做一点简易的这个餐食 是一个非常好的hand out social的区域 项目的定价十分合理 起价为Mate 350,000 所有的单元都会有一个storage locker 和一个地下停车位 那一期的完工时间 预计为2024年年末到2025年年初 物业费预计为0.49每square feet 定金为房价的15% 那注意所有的这个Amenity Center 包括我们提到的The Lodge 都会在大约2027年左右一起完工 其实走在这个社区里面 真的是感觉很宁静 然后环境非常的好 大家也可以看到周围其实是一些 已经建成了的townhouse啊 或者说是这个独立屋 所以跟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 Downtown楼盘的那种vibe 非常不一样 Downtown呢是比较喧闹 熙熙攘攘 然后呢当然它有它自己的优点 步行到哪里都很方便 但是我们这个楼盘呢 其实它开车5到6分钟 也可以到Downtown 而且周围的这个我们说trail的这个环境啊 包括说附近的这个shopping 开车距离还是很方便可以到的 不知道大家听了今天的介绍 会更喜欢哪种类型的楼盘呢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 就先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